404对称造型实体 那这一体呢我们先从底座开始画起 那这边我们用隐身选择top面 那这里呢我们先画一个大圆 一个中圆 然后一个小圆 然后这里呢我们画一条中心线 选这个圆做镜像 好利用法相标注这两个点的距离 好选起来之后右键修改再生拿掉 好来这边的距离是76 好小圆的直径10 中圆的直径25 大圆的直径95 好确定 确定 确定 好 然后呢距离啊 隐身200 好那基本上这一个 因为呃高度 目前不是很明确 所以我们给200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画出这个形状啊好 所以这边点选隐身 从 from面 好选择参照 这个边 跟上面的边啊 然后一样我们给一条中心线 好用线啊直线 这边来画出行我们要的形状啊 好然后选取之后呢做镜像 好然后利用法相我们来标注啊 来第一个这边到这里的距离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好这一条线到这一条线的距离 好这一条线到这一条线的距离 好然后这一个的距离好这样就可以了哈 好选取之后右键修改再生拿掉哈 好来第一个这边是25 这边是13 这里是57 这里是12.5 好确定 好确定 好然后这边呢我们做除量 好两边都做贯穿 好然后方向呢这边啊这边要朝上面啊 好这边确定 好然后这边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画出这个形状啊 好那一样这边隐身 选择这个面啊做参照 好这一条线啊关闭啊然后这边呢我们做一个中心线给他啊圆啊 好画线啊这边呢要从这一点话说我们这边再做一条参照啊这边再做一个参照啊这边要相切啊好选择两条线做镜像啊 好 好把这个删掉啊好 好把像这里呢第一个这边的长度 第二个这边的半径第三个这个点到底部的距离 好选取之后右键修改 来再生拿掉哈 来这边是25 半径是25 距离是121 好确定 确定好 Ctrl D 好反向做除料 好然后这边反向一样好然后这边做贯穿 好确定 好那这个形状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画这一个跟这个部分 好那一样这边隐身 选择这个面 好那一样我们这边先画一个用同心圆画一个圆 好然后参照这个部分一样参照这一个边啊 还有这一个边 好然后关闭啊选择直线 从这一个啊开始画那我们这边呢先一样再做一条中心线给他 好直线 从这里画上来哈然后这边要跟这里平行 好水平 然后选取之后 然后镜像这里哈 等一下哈来再重新选取这三条线 镜像 好然后再画一条线 把这个连起来哈 把这个连起来哈 好然后这里呢 把像哈来这一个点到这边的距离 好然后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好OK完了之后呢 选起来哈 右键修改 好再生拿掉哈 来第一个 这边距离是13 第二个这边是57 第三个这边是16 第四个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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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軸朝上就好,確定 好,那這裡呢,題目第一個問我們 y 軸近視值為何 所以這邊 選擇 CSO 這裡 y 軸是這一個 好,第二個呢 總體積是這一個 好,然後接下來 第三題呢,他要改變尺寸 好 尺寸呢 30 改成30 好,所以這裡呢,我們用隱身這邊編輯定義 編輯 好,第一個 改成100 好,確定 確定 好 Ctrl D 哈 然後第二個呢 這邊 的直徑,半徑改成25 所以這邊 看一下哈,這邊右鍵編輯定義 好,編輯哈 這邊 25改成30 確定 確定 好,Ctrl D 哈 好,這改完之後 問 Y 軸近視值為何 好,所以 Y 軸近視值是這一個 好,然後呢 A B 兩點的距離 A B 兩點的距離 他這邊 A B 兩點 A 是這一點 B 是這一點 哈 所以這時候呢 好,點選測量 A 是這一點 Ctrl 鍵按住 好, B 是這一點 好,答案是這一個 好,然後呢 表面積為何 好,一樣 質量屬性 表面積是這一個 好,以上這邊是404T B B